在轰动华人圈的今天出道后 相信大家都看过惠丽奈 惠丽奈作品了 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惠丽奈的身体级演出 都不能抹灭它在Fully No Star出道的意义 而到了第二支作品 也是第一张还约签订的最后一支作品 惠丽奈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演出 再说一次 虽然还约只签了两支作品 不过就像我之前说的 Fully No Star 并没有把惠丽奈当牺牲 打随便乱拍 而是把资源丢下去 想看看香港出生的女优人 做到什么程度 所以请不要期待惠丽奈演出的是剧型片Banger 一来她日文不够好被台词不行 阿兰娜太难为Fully No Star了 这家片商人做的就是找来最好的男优 然后把化妆和灯光做好 让惠丽奈看起来人多漂亮就多漂亮 有关Fully No Star的梳妆 灯光集后制能帮忙惠丽奈到什么程度 大家看她的出道做就知道 我们来看在这一片登场的超豪华男优阵容 是魔蛇鬼手吉春拙 是大洋玩具田中 Wolf田中 是肌肉棒子黑田幽豆 黑田幽豆 怎么样 是不是很硬 所以我觉得她的第一支作品相比 惠丽奈在演出和反应上进步了不少 我知道还是会有些朋友对她的外形 甚至是面对批评的态度有意见 不过就我收到的消息 除了因为第一支作品卖得不错 所以应该有继续去日本拍片的机会 惠丽奈也有素贞的打算 我是觉得她不但有继续在日本打拼的打算 也有想继续进步的心态 值得给她一个赞 不过LV界始终是销售说话 第一支作品靠华人圈 尤其是香港朋友的支持创出亮眼的数字 就看看新鲜感过后的第二支作品会找出什么样的成绩单吧